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天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现名混战 外人难以理解的是 斯里兰卡通货膨胀率一月份 不是已经下降了吗 日子不是已经稍微能喘口气了吗 为什么斯里兰卡人还不能过上几天平静的日子呢 原来都是政治操弄惹的祸 上周斯里兰卡中央选委会突然宣布 首都可伦坡的地方选举延后一个月 投票日期再行公布 既定的选举突然被没收了 早已蓄势待发 打算利用经济议题 争夺首都市长大卫的在野政党愤恨难消 因此发动大规模抗议 而这一场警民冲突也在意料之中 华世新闻综合不到 请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